台湾人渴望的是小确幸的生活 享受吃喝玩乐 追求小民的幸福 而非大国的尊严 然而这样的愿望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 要过小确幸的日子 需要找到一个无人问津 人畜无害的地方默默地过 但台湾岛是什么地方呢 台湾岛是第一岛链 是中美两大超级大国交锋的前线 身处前线却想过小确幸的日子 这似乎有些不切实际 如果中美关系好 甚至成为盟国 台湾可能就会成为美国给中国的见面礼 如果中美关系紧张 甚至恶化 台湾就会成为焦点 中国不可能容忍眼皮底下 有这么一个死心塌地投靠美国的政治体 无论中美关系好坏 台独都没戏 台湾都无法摆脱这个困境 这就是命 只能认命 这就是现实 无法逃避 台湾人的小确幸 与大国的现实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现在面前有一大桌菜 有资格上桌的就几个 最大的对手正在窜息 这个时候 如果你光琢磨着墙 你跟前那盘土豆丝 活该你没出息